给大家录一下那个PSP的核心装备核心形者 咱们先打一个轰轮 它是因为是锁那个20帧 所以 它是蛮快的 反应还是来不及啊 其实要打的时候都无伤了 今天感觉打的有点难受 算了无所谓了 我都杀了他好多次了 给他弄死了两次了 然后上直战了 从来是和他拉开距离啊 看他竟然躲开了 这下你又躲不开了 好吧我们把他打死了 他是不是 他 whose那位 charge 有看他 有看他 对 对 有看他 有看他 了 有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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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有看他 不 合并行者里面的boss站还是都挺不错的 然后咱们再打一下这个熊火龙吧 这个配音还是挺有意思的 小老师傅做的整个这个风格都不错 虽然没有高画质的那个CG演示了 但是这个平面的画面也都不错 和那个剧情不相伯仲 还有这个猫做的也挺轻巧的 还上就是四个web到底叫什么路 熊火其实是比较简单嘛 非常帅的一把CG啊 熊火和轰隆都是比较经典的 我们先给他一发 还笑呀 这个风压还是蛮大的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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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经忘了怎么用道具了 还有这个翻滚什么的 想一想的很清楚 哎呦 这老不让上子弹了就很烦了 我们一定要跟他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就比较好吧 我们是导弹了 所以无所谓 但是这个小龙就特别的烦人 我们趁着这个小龙也要拉开距离 要不然的话太烦人 好了 他也搞定 这个小龙也要拉开 这个小龙也要拉开 我把他拉开 要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拉开 就活捉它才是无伤的 就是才能是S的 你只要把它杀了 就只能得A的评价 好咱们和这个和这双妹打一下吧 这个画质还是比PSP清楚的多的 都没有什么具质 蓝色高清 虽然贴图还是就那样 这些电影场景做的还都挺不错的 就合金装备看得特别顺 其实说是合金装备就是个大火坦克 我们先给它一口 戴得好 打人 可知 小心 快的时候跑得太快就会打得到 快的时候跑得太快 快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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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